559集 林宇把手往上一探 便知道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 便直接说道 老人家 您这个属于年久的高血压了 时常伴有心慌胸闷 总是感觉到体力不支 而且心虚血瘀精神衰弱 对不对啊 一旁的女翻译 赶紧将林宇的话翻译给老头听 老头陡然间睁大了眼睛 显得极为震撼 用力地点点头 嘴里头喊着 Yes Yes 他说什么了这 林宇除了几声Yes之外 其他的话根本没听懂 因为这老头说话太快 而且情绪太为激动 女翻译皱着眉头 稍显迟疑地说道 他说如果您能治好他的话 他给您打一百分 你告诉他 他这种病只需要我三次治疗就能给他治好 这一次针灸 我就能让他感觉到他身体上有明显的改善 林宇和女翻译说道 其实他完全可以骗这老头说一次性就能给他治好 好让他给自己打一个一百分 但是林宇深知作为一个医生要将诚信 所以对老头是如实相告 OK OK 不过那老头倒也用力地点点头 他这种情况的高血压看了很多医生 吃了很多的药 但是都没有太大的疗效 如果林宇三次就能治好他 对他而言已经非常难得了 林宇点点头 随后让他伸出左手 在他手腕 神门 内官 大灵 三处血位分别扎了一针 以养心 紧接着又在其足三礼和风龙血 各扎一针 以同将扬名之志 紧接着又在其董事棋血中的三皇 祭天 地 人皇三血的位置各扎一针 扶正固本 化于理血 同时以太充理心器 凭肝阳 几个穴位交替地针就了数十次 这才将针收了回来 冲老头笑了笑 老人家 您用力地呼吸呼吸 感觉如何呢 女翻译 翻译结束之后 老头赶紧大口大口地吸了两口气 面色大喜 显然十分震惊 他一直以来 胸闷淤积的症状 竟然一扫而空了 而且整个人身心都感觉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轻松感 他起身 用力地甩甩胳膊和腿 感觉到精力充沛 颇有一种梦回少年的感觉 老头立马竖起了大拇指冲林语一遍一遍地喊着不可思议神医等词语 林语笑着冲他点点头 建议他在京城待几天 再去回生堂做两次治疗 自然就能完全将他治好 紧接着林语赶紧坐到了黑人小男孩的身旁 开始替他针脉 因为时间不能累积 所以林语一手探在小男孩的身上 一旁的计时员立马便重新开始计时了 依旧是四十五分钟 林语给小男孩把完脉后皱了皱眉头 他发现他竟然是得过小儿麻痹 而且他的嘴明显有些向右倾斜 左眼无法闭合 显然这是上次小儿麻痹留下的后遗症啊 林语见他沉默不语便冲他说道 你在三四岁的时候是不是得过小儿麻痹啊 女翻译翻译完后 小男孩点点头眼中带着一丝惊慌 你告诉他 叫他不用害怕 我会把他治好的 林语轻声说道 希望能缓解一下小男孩的紧张和不安 女翻译一完之后 小男孩再次乖巧地点点头 你不能说话 林语见他一直没有开口 指了指自己的嘴 小男孩这次没等翻译 便用力地点点头 眼中闪过了一丝痛苦之色 林语冲他抱了一个温暖的微笑 温和地说道 没关系的 马上你就可以说话了 女翻译说完后 小男孩的眼中明显闪过了一丝光亮 林语照出银针 在他的夹车 上下关 四百地苍蝇香 河谷等穴位 两侧同取 施以银针 先倾泻右侧 后重补左侧穴位 同时浮以灵力 整个过程持续了足足半个小时 林语将银针取了回来 只见此时小男孩嘴已经恢复了正常 而且左眼已经可以闭合了 因为小男孩这属于筋噪水窥 邪热灼伤血脉 蜂目内动 上落脉而治病 通过针刺这几个穴位 可以很好地取风活络 所以只针灸了一次 小男孩脸上的伪症 便有了明显的改善 不过小男孩此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变化 仍旧双眼睁睁地望着林语 林语冲他淡淡笑了笑 接着问一旁的工作人员要了个镜子 递给了小男孩 小男孩看到自己脸上的变化后 顿时面色一喜 满脸同质 显然是十分的兴奋 你可以开口说话试试了 林语冲他笑了笑 小男孩听完翻译之后 张着嘴啊了一声 见自己喊出了声音后 他兴奋地啊啊地叫着 用模糊地发音说着谢谢 可能因为他长时间没有说话的原因 所以他的发音很不标准了 随后他突然跳下椅子 走到坐着的林语身边 踮起脚轻轻地在林语的脸上吻了一下 林语的内心猛然间被什么东西撞击中了一半 顿时感觉到无比的柔软 他知道他这个看似简单的挤针下去 改变的或许是小男孩一生的命运 对于他而言 这才是身为一个医生最珍贵的东西 不客气 林语轻轻地抚摸着小男孩的脸 接着开了个药方 写明了伎俩 让翻译人员翻译者抄了一遍 递给了工作人员 嘱咐工作人员一定要把这个药方 交到孩子的家长手里 随后 林语走到了金发女郎跟前坐下 工作人员重新开始计识 金发女郎仍旧是戴着口罩 深随的眼睛望了林语一眼 没说话 林语也没多问 直接伸手 在她白皙的手腕上试了试 眉头突然一蹴 愣声说道 你没有病 一旁的女翻译微微一争 似乎也没想到 林语竟然会得出这样的结果 轻声地问 何先生 您确定吗 我要如实翻译吗 不错 一字不落地翻译给她 林语阴沉着脸说道 她十分确定 这个金发女郎的脉搏跳动 十分稳健规律 根本没有丝毫异装 所以她身上根本就没有病 她不明白 英皇室为什么要选一个 没有病的病人 在这里头参合呢 如果想以此来探明 她和朴尚瑜的医术 那这种手段实在是 太过幼稚可笑了 女翻译员 按照林语的说法 告诉了金发女郎 金发女郎眼神明显一睁 随后似乎反映过来什么 摇摇头神色黯然地说道 It's here 同时 她拿手指了指自己的脸 而另一只手 则是拽下了 自己脸上的口罩 林语面色微微一变 只见金发女郎 两颊和嘴巴 鼻子的周围 长满了豌豆大小的搓疮 红肿贩子密密麻麻 一个接着一个 看得人头皮发麻 极大的影响了 这位金发女郎的颜值 林语看到这一幕 不由得摇头苦笑 原来是这种病啊 金发女郎见林语 露出这种表情 不由皱着眉头纳闷地发问一句 何先生 他问你是不是不能治 女翻译急忙翻译道 林语张了张嘴 有些欲言又止 虽然这个金发女郎的 搓疮很严重 但是这种情况对她而言 简直是小菜一碟的 只需要研磨一些个药泥 敷上个三四次 就能让皮肤恢复光滑平整 甚至坚持用上一段时间 她们荣静美颜的雪浮露 也自然会痊愈的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